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接下来这两集 我们给列位讲四位名人的故事 他们的名气足以统领一代宗师的美誉 特别是在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看官心中 他们四人都有着几乎可以称作崇高的地位 好 看片前请还没有订阅的看官 先抬手订阅我们啊 保证您不会后悔 谢了 书归正本 中国人 老的 少的 男的 女的 都知道京剧是咱大国的国粹 所谓他族没有 本国独家 异世代的年轻人就算多数不粉京戏 或者说只是有点熟悉 被共党异化成了革命样板戏的那几出 什么红灯记呀 沙家帮啊 智取维虎山 海港 齐齐百虎团什么的 至少会了解有个戏曲门类叫京剧哈 可惜的是 今天您连京剧原本的样子都很难看到 特别是那些穷尽一生创造传承国粹的大师 还有他们曾经风靡了中国几十载 让老外都佩服热捧的经典剧目 清代道民国 京剧中的弹爵 也就是女主角 通常由男人担刚 而民国时期由北京顺天时报评选出的四大名单 梅兰芳 陈燕秋 徐慧生 尚晓云 更是代表了京剧弹行艺术的最高成就 他们创造了各剧特色的弹爵艺术流派 当时呢 黎元界的通天教主王瑶青有一句概括四大名单的话 梅兰芳的样 陈燕秋的唱 尚晓云的棒是寻慧生的浪 也就是说呢 成的唱腔 上的武功 寻的表演是他们最突出的特征 而梅兰芳的样并不仅仅指他的扮相和外貌 却是一种整体观感 经剧中呢 角色的分类主要有生行和淡行 山哥也不专业啊 说的不上道 请行家拍砖哈 生行说白了就是男生 淡行就是女生 通俗吧 传统经系中有女生扮男 更多的是男生扮女 可能和过去女孩子从小送去入行唱戏的社会抵触心理有关吧 不过这也是在下独家猜想的啊 您不同意就在节目下边留下您的高见和研究成果 咱们探讨哈 按照在下的估量 正是这种习惯造成女儿系的高级断位 被四大名蛋这四个男生冲顶 四大名蛋之首就是梅兰芳 他擅长青衣 尖眼 刀马蛋 顺带给不熟悉精细淡爵的看官科普一句吧 哎 也是现学现卖啊 您见孝 淡行的分类中分青衣 花淡 刀马淡 老淡等等 青衣在淡行里占着最主要的位置 所以他也叫正淡 扮演的角色一般都是端庄严肃正派的人物 大多数是贤妻良母 贞洁烈女什么的 刀马蛋呢 就是表现金国英雄 提刀骑马 武艺高强的女性 梅兰芳大师主演这两样 差不多都是戏里的女一号主角 她功底深厚 文武坚强 财风优美 半相极强 嗓音圆润 唱腔婉 婉转妩媚 所以她创造出了为数众多姿态各异的古代妇女典型形象 事称梅派 她的代表大作 您可能听说过 由贵妃醉酒 霸王别姬 穆贵英挂帅等等 都是震聋发聩的 是吧 那真是演到唱到哪儿 九万人空相 经久不衰的剧目 本来呢 京剧的淡爵戏其实不如老生戏吃香 淡爵演员一般唱不了压轴戏 可是自从梅兰芳出现之后 淡爵戏能唱压轴了 很多人到戏园子看戏就是冲着她来的 梅兰芳的声望一举超过了前辈 当时的京剧大王谭心培也说 如今胡子唱不过淡爵了 胡子是什么呢 就是老生 老生是戴胡子的 1930年 梅兰芳和她的剧团在美国巡演了72天 演出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最好的座位在演出十天前就卖断了 她的活动安排 欢迎宴会每天都会见诸爆端 她的演出服装在百货商店里展出 甚至一种花卉也以她的名字命名 当时的美国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梅兰芳演出的巨大成功 还有媒体表示 梅兰芳的表演使买票去国家剧院成为生活的必须 并且在任何社交场合 人们都不再缺少谈资 梅兰芳还被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波摩拿学院授予了文学博士学位 这之后 梅兰芳还应邀去了日本 法国 德国 英国 意大利等国演出 全都造成轰动 梅兰芳1949年之前的艺术人生是如此的精彩分成 然而 黄鹅鬼子1949年一进村就坏了 大师就暗淡模糊了 对戏剧界有深入研究的张一和老师曾经总结说 1949年以后 事实上梅兰芳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这是因为49年后 共党提出了戏曲改革 要禁止毁掉改造以财子家人和帝王将相为主题的传统京剧 创造符合时代要求所谓更有意义的新编历史剧 对此 先后出任过共党官方中国戏曲学院院长 京剧院院长的梅兰芳表示不同意 但这件事让他碰了钉子 还差点为此被共党批判 当时他就在家里说 感情49年以后 咱还是不能随便说话啊 他在这第一瓢冷水中终于清醒 从此十几年轰轰烈烈的戏改运动中 梅兰芳是再也没有表过态 但一些政治类的讲话 他是必须要硬刑事发言的 谁让他名气大 被共党拿来招摇呢 但他成了一种符号 也是身不由己 不得不亮相敷衍当局 1961年 梅兰芳因心脏病去世了 享年67岁 北京城使万人空巷为他送行 五年后文革爆发 京剧界是人人自危啊 不少京剧名家被批斗 梅派的传人 梅兰芳的儿子梅宝九也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 红卫兵还逼着他和另一位京剧大师张军秋两个人 互相捡黑帮头 根据共党男不演蛋女不演生的规定 专唱弹爵的梅宝九和专唱老生的梅兰芳的女儿 梅宝九她姐 梅宝月都被迫改行 梅宝月改唱了老弹 梅宝九则转到了武功队管理音响去了 十四年没有再唱 梅兰芳虽然早早的谢氏了 但连纪念她的邮票都能因为她的身份受到牵连 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大毒草 文革中遭到严厉批判 那套邮票不但禁止发行使用 就是说您贴上都记不出信件 而且就连和邮票有关的设计资料 设计原稿和印刷小样也全部被销毁 档案无存 极有爱好者都知道 梅兰芳的邮票 不管是单票套票小行章什么的 那都是市场的窍货 至今从几千人币到十几二十万的叫价都有 那都是民间收藏 原版毁了嘛 所以物以稀为贵 也是人们纪念大师的一种形式吧 这还不是最难过的 最最遗憾的是 十年文革浩劫也耽误了梅家的后人 对自己家业的承传 梅宝九的子职辈里再无一人从事京剧事业 虽然梅派没有绝 但创始的梅家却再也没有后来人了 共党彻底毁掉了一代大师的事业老根儿 再说到另一位京剧大师 程燕秋 程燕秋曾经师从梅兰芳 他根据自己的嗓音特质 创造出了一种幽艳婉转 起伏跌宕 若断若续 节奏多变的场枪 事称成派 信中的第一句话就是 改进中国戏曲依我个人的见解 总以为要把全国各地的戏曲做一个普遍而详细的调查 记录整理综合研究 这样一定还可以打破了固步自封的旧见而发生的一种新的动向 他接连给周扬写了三封信 里面谈的都是戏 其实呢 共党要的戏曲改革不是技术改革 而是要审查戏曲 要按共党的意识形态来重新发展 很快呢 四大名单的诸多巨码都被禁演了 其中就包括程燕秋出演的上百个巨码 到了1953年 全国准许上演的194个巨码里 成派系 只剩下了文姬归汉 朱痕记 窦鹅渊 瀋头刺汤四个 连新牌的梁山博与注音牌也没被允许纳入上演的计划 而程燕秋自己交给戏曲研究院的修改本也是迟迟不见回复 成还是不成 杳无音讯 程燕秋对这种阴暗操作是极为不满 又觉得很委屈 就只能抱怨说 我是一直拥勿戏曲改革的呀 1957年的春天 在文化部整风的大会上 程燕秋发言 炮轰 禁戏太多 使各个地方剧团几乎没戏可演 说到气愤的地方 老程直言 戏改局还不如改成戏载局 看官 您可不知道 这无疑就是犯上啊 这还了道吗 共党主管文艺的高官立马大脸被打了一般大为光火 共党的假惺惺改革实际上是要杀伐中国优秀传统戏剧 狐狸尾巴掉了出来 程燕秋终于意识到了 婊子们这是要立排放的节奏啊 原来戏曲改革是所谓的 张一和在《灵人往事》中描述说 1958年的3月 程燕秋疾病缠身 在他去世的前两天 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支部书记到病房探视他 这时的程燕秋大师已经几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但他还是奋力地以极其衰弱的气息 最后提到了自己的代表作 索林囊是否能够被特赦解封 但是 面对满脸的病容和满心恳切的程燕秋 书记一点没客气 是一口的斩钉截铁 索林囊这出戏是不能再唱了 书记那张党干的大脸和冷酷的拒绝 像刀子一样穿透了程大师脆弱的心脏 这哪是未问呢 就是来了个催命鬼吧 1958年3月9号 程燕秋因心脏病突发离世 中年仅55岁 程派的一代开山大师早早陨落 哎 故事讲完了 列位是不是觉得今天有点短哈 没太过瘾 别急 后边一急就长了 为啥呢 我说一个原因您就懂了 梅大师 程大师过早解释 苦难没吃到最大那个就告别了 后边那二位惨更多了 还不仅是被人冷落 不给你演戏 不听你提意见 这点事儿了 前两位没吃到的大苦大难都夹到了后两位身上了 您过两天接着听我的故事啊 不过您发现没有 梅成二位都是 一个病死的 想起来了吗 心脏病 中医有句老话大家都知道 所谓喜怒忧思悲恐惊 视为妻情 妻情内伤治病有以心脏交气 大喜大惊都容易伤及根本 列位 几十年潜心艺术造诣发扬光耀祖宗文化的 一代大师 突然间来了一群痞子 冲战了黎园 赶走了票友 命令大师 按他们的意思 二黄和嬉皮捏到一起 来个荒腔走板 传统京剧里的韵白和精白删了 似不像的整出话剧似的大段的面白 咱还是那句话啊 屁都不懂的匪儿们 非要让大师给自己当徒弟 不就是因为他屁股上挂着王八盒子吗 您说梅兰芳 程燕秋二位敢说啥 一代宗师不憋出心病来吗 天天回到家生闷气 再坚强的心肝肺也扛不住啊 所以双双心脏病发 撒手吸去 带走了绝世艺术 哎 惨呐 行了 下集咱接着说那两位更惨了 小铃铛一提醒您就来啊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喜欢就给点个赞发个言哈 咱们下集再见 準字幕 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準字幕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人的视频 使用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inspired风提醒 想政治者 写的阻线